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美股昨天四个指数 只有NASDA小涨 但其他的三个指数都只有小跌 而且是在联准会的主席鲍尔 他再度表达说后面 可能不是只有两次的升息 是要持续性的升息 但看起来并没有打击到市场信息 NASDA逆市小涨 其他的指数也都只有小跌 而且就四大指数的现行来说的话 都是这波回测到月线弹上来 那沿着月线开始反弹回升 所以那个多头架构 其实旧美股来说没有改变 然后亚股 今天看起来受到影响也不大 日本小涨 韩国早上涨 然后后来翻黑小小跌 那中国香港这个我们就不谈了 因为他的循环已经跟国际不太一样 那台股呢 早上是逆市先涨141点 可惜有点虎头蛇尾 掉下来一度翻黑 目前论时间12点21分 小涨大概3点左右 但是我的解读式 其实这个走势已经比预期中强的相当多 而且你不要看指数好像没有什么表现 但其实盘面中大部分的中小型股票表现都不错 所以是指数空间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表演 但是中小型股相当的活泼 然后美股还有另外一个利空 说美国政府可能要有新的管制 要限制NVIDIA AMD这些大公司的AI晶片 可能会有更严格的管制 不可以卖到大陆 结果本来预期是不是NVIDIA AMD股价要挂了 结果也没有 首先NVIDIA盘中还跌不到1% 收盘好像跌大概1.8% AMD好像也是跌个AMD跌0.2%而已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跌 那其实这很好理解 因为呢 现阶段NVIDIA的晶片是买都买不到 不要说大陆的客户买不到 想买100可能只买到20 什么Google Amazon 微软都一样 大家都买不到 OpenAI也一样 所以如果说真的大陆不能买 其他客户 反而可以买到更多 所以对NVIDIA其实完全没有伤害 那唯一要困扰是大陆 所以大陆如果说真的有这个新的管制 大陆就要自己另外想办法 那唯一的方案 就是找台湾的IP股 ASIC相关的业者 协助他们开发符合 美国规定的替代用的AI的晶片 所以今天 IP股又上来 因为确实台湾IP股左右逢源 那像我们的持股就是智元 早上最高来到217涨7.9% 这也是一个新高表现 股价一路向上 这波买193 越盘越高越盘越高 加速向上 193到217赚了24块12.4% 还不算多 单位价格高 二十几块钱 赚得很爽 下半年AI订单会发酵 如果说美国新的禁令的话 AI订单只会越来越多 因为美国如果说 连AMD跟NVIDIA的 降级版的AI晶片都不能买的话 那如果透过 比如说 转手其他管道买 很贵 不如自己开 所以就会找上台湾的A4个相关公司 所以订单后面会越来越多 今年估计有10块钱 明天差不多15块钱 那股价210本一笔 大概是14倍 创意四新超过50倍 所以有非常大的比较攻击 然后 经济科 今天也上去 本来就一直都是去中化的受惠者 只可惜过去这一年多 那个案子一直没有谈下来 但是股东会也已经谈到说 董事长亲口说 大陆的正在谈的案子 已经进入最后收尾阶段 然后如果说 美国那边一直不断寄出新的管制的话 我认为大陆会有 更大的急迫性 所以会 开案子会 越来越积极 随着股价也开始升温 开始升温 IP股 会是这个趋势下的最大的收惠股 然后市场你会发现就是说 有利空的 NVIDIA AMD股价也不跌 市场怎么看 怎么讨论 怎么买 其实就是这一组 我知道很多人都说 AI的短线长很多 要休息 要整理 看空AI的声音很多 但其实 你回头去看 疫情时候 那时候的Driver IC 我们不要说什么 就说我们三几块买的天狱 那时候天狱从三几块钱 最高 一路涨到 335 这上涨的幅度是有够大 而且那一波的涨势是维持非常非常的久 非常非常久 从三几块钱 一路涨到300多块钱 这个至少都有超过半年的时间都要维持在300多块钱 所以一个趋势的行程 他不会说一个月就结束 因为NVIDIA的法说 如果你回头看新闻是在5月25号 到今天也就6月29 一个月还多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那AI的趋势未来成长10年 如果10年成长30倍 每年复合成长率4成 但是前面三年可能就成长好几倍 因为常常是前面快 后面开始进入高原期慢慢成长 这么长的趋势 怎么会有一个月涨完的道理 所以你不要把短线涨起来的一个 稍微的回档修正当成行情的结束 你会少赚很多钱 未来业绩第三季才入键发酵 比如说AI机壳 行程 昨天涨停 白云全值156块半 今天早上再涨到159块半 还原配息4块钱 163.5元涨6.3% 再创全新天假 再创全新天假 AI的新的机壳 可能从6月7月 爱此就出了 出息小量 后面逐渐放量 今年可能有7 8块钱 但明年就13 14块 明年乐观14 最保守11 乘以20倍 都是二字筒 现在股价 150 涨到160 空间还是很大 因为未来的AI机壳 单价是过去传统机壳的好几倍 带动的营收获利的成长 一定非常的显著 然后昨天银帮 表现比较落后 今天呢 就大涨6.9% 来到314块半 目前股价还在310几块 我认为这两档股票 就是轮流过高了 因为高阶机壳 比方最高 就这两家 收益程度最大 就这两家 今年估计就有18块 明年25到30 它的AI机壳 可能出货的时程 会比情城晚一点 所以投信最近 情城买比较多 我认为可能是这个因素 但是股本毕竟银帮小 高阶的比重 它股本只有3.8亿 高阶比重就比较高 所以呢 EPS漂亮 明年爆发力大 如果说明年赚25块以上 才有20倍 它是五字头以上 加股价才三字头 这也是有非常大的空间 然后更低价的 震发 早上最高16.3 也涨了超过六七八八 不过这个我们早上 就趁着冲到高点 我们买14块多 获利出新一趟 资金就转进 全新的七月份的标股 就这边左手转弯 右手再转 买什么东西来谈 然后光通讯 同样是AI的最大受惠 因为AI需要更快的传输 以太网络要升级 25G 100G 然后现代主流要升级到400G 所以AI的光通讯元件 要全面的升级 本来就是最大受惠 拜登 拜登昨天又说要投入421美金 架设高速网路 好上加好 所以华新光昨天就涨平 97.9 昨天就新高了 今天早上来到百元 100块涨2.1%再创新高 所以我们在一个多月前买46.9的时候 你大家很能想象说一个月之后已经来到100块钱 而且凯基最新报告目标价是明年6块半乘以20是130 只有符合我说的未来 把人的新报告会很多都是AI 都会用明年获利乘以20倍 所以看起来就说空间都还有 而且46块9到100块钱赚53块1 总共113拍 不只超过一倍 而且越赚越多 是翻倍大赚 然后AI本来就已经超强了 MARVEL订单 他占八成 的供应比重 新的基建 双利多 好上加好 从6月起营收新高 MARVEL拉货开始大爆增 第三季营收可能要翻倍 我认为 赚113 投信团还没进来 等到投信进来之后 或许才是真正的组成团 所以这档 我看不只是要翻倍 后面还要赚更多 后面还要赚更多 然后昨天 把新光涨停 心通相对落后 不过盘中也涨8.9% 那今天涨上最高来到45.7元 涨9.8 差一打 亮灯涨停 那稍微压回一点 原来维持强势 那这个就是 看起来就是准备要落后补涨 准备落后补涨 因为呢 如果你说估计是大增 7月份大客户 继续开始进入 第三季的拉货旺季 你说可能比6月份 再倍增上去 所以跟华新光一样 第三季营收很有机会 都是个翻倍的成长 然后刚提到的 光东讯本来就有 这就是AI的部分 本来就吃得到 那他本来就有 在美国的像铁路的 机场的 这些基础建设的 光纤网络的订单 他本来就有 所以美国基建本来就吃得到 那拜登这次就投入 420亿的新的预算 好上加 所以原本预估 今年3块 明年超过4块半5块钱 同样等于乘以20 5乘以20 那也是三位数字 所以隐含就是说 广东讯这一组 都还有大有空间 都大有空间 然后刚提到 早上就卖掉正发 没有正发 当然还调节了一些 其他的获利的股票 细节我就不讲 然后我们就开始布局 7月份的新标股 然后盘中呢 就买这一档 7月份的标股 三叉叉叉叉 结果 早上冲高盘中打下来 尾盘一路走上去 最后亮灯所长停 其实本来我是打算说 明后明天或者下礼拜 再来公布 就后来都已经所长停 我觉得其实大家看看 江波图 大家也猜到是什么 所以我今天就直接公开 就是3207的耀胜 其实是一个老朋友 因为在前一次 五十几块买的时候 那时候从五十几赚到七十几 就已经大赚超过五成 然后中间有再小的操作 一两趟 那这一次呢 是再度的进场 结果今天一买 就赚上停 就算从早上创高 打到85.6 最后从85.6 拉到98.7 整整拉了13块上去 超级强势 超级强势 一买就大赚 一买就大赚 可是是老朋友 所以前面赚五成的老朋友 操作起来得心应手 那今年他电动车的营收 总共成长300到400% 电动车这一块的布局 整个大发酵 成长三四倍 然后伺服器的客户呢 受惠AI的需求 订单也相当强劲 所以他也是大家 没有真的发掘的所谓的AI的概念 另外他绿能比也这样超过四成 然后预计 六云收应该还好 七月期营收 开始创高 一起一路创高上去 到第四季还有 生技的 真筒的 一个新的业务要进来 那一块也会供应非常大的营收 所以第三季创高第四季更高 营收一路向上 所以股价 大涨噴出 所以今天呢 创下44145张的历史新天亮 然后 洗下去锁上来 完完全全成功换手 代表后面 开始要大标 所以今天调节料正发 等一些手上赚钱的标的 转到 耀胜的部分 今天一买就赚上去 只是爽快 非常的爽快 所以我现在已经开始在布局 七月份的新标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跟上 一档一档来 那还有一档 昨天我说AI加车用的双题材 跟耀胜非常的雷同 都有AI都有电动车 昨天呢 涨了超过半根 最新标股 创新高 今天小小涨 但也稳稳创新高 然后他同时有AI加车用 而且电动车的部分 包含特斯达 马萨阿拉蒂 B&W 福斯 等等 著名大车厂 订单都已经到手 AI订单也有 5月小拉 6月拉货 明显 开始增加 营收开始向上 一路向上 那耀胜股价还有九一几 股价更便宜 这个三几 而且同时有最强两个题材 三几块涨到五几块 其实这个速度有时候是非常非常快 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七月份 非常强劲的标股 除此之外 除了耀胜 本来是下礼拜才要公开 既然锁住了 我们就提前公开 除了耀胜 也是三开头 刚提到这一档 车用加AI的双 双题材标股 刚好也是三开头 除了这两档之外 还有 耀胜之后 还有新的标股 明天周五 我们要持续做布局 我希望大家可以更杀 那不管选的是什么股票 我见识买都是金银股 都有最好的毛利率 盈利率 EPS 成长性 市场率 我就说嘛 万事具备 只限东风 只要这些条件都具备 市场炒到AI 他就喷出去 市场炒到车用 他就喷出去 因为我们都具备最强的数字 最棒的金银股 那AI标股班 早晚优惠 就到金银两天截止 今天29 明天30 告一个段落 后面就恢复原价 所以 想要加入AI标五班 就把握这两天吧 加入AI标五班 我会帮你把资金集中在 AI相关最强的标股 就像今天的要胜 卖掉 大涨的振发 左手先赚一次 转进要胜 尾盘手掌停 右手再赚一次 当天来回 来赚的真不少 所以就这种AI的股票 专注AI 买AI 一波一波赚AI的股票 那咱俩优惠到今日截止 那今天办好 我们会额外再多一个月的会期 原本是操作到今年年底 会到明年的一月底 就把握这个机会吧 把握这波AI的大行情 那看完节目 也请帮郑老师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小铃铛 就会收到每天最新的节目资讯 祝大家收到顺利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产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